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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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天好像有感应 应该就在里面 我找到了 这门怎么打不开 是陷阱吗 好像不是陷阱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你们应该被堵上了 我来 殿下 我来吧 这地道确实古怪 你怎么来 喜庆 从道德酒一山开始 你就处处躺在我前面 你看你这一副 随时准备赴死的样子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可真要生戏了 我不想 不想再看到任何人离开了 殿下 好了 还是我来吧 再怎么说 这里面躺着的也是我的祖先 这段无不保佑子孙的道理吧 哪生 哪生 过来 我 我还生气呢 哪生 哪生 好了 哪生 哪生 刚刚 是我没控制好情绪 对不起啊 我知道 太子哥哥 对于你来说 万千子民 果然重要 但在我心里 我心里只有白银姐姐一个 所以啊 我们要抓紧时间 说不准 还有机会可以救他们 你只有一个白银姐姐 我呢 也只有她这一个白银 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她死的 所以 所以 我知道 这时候不能闹 好拿着 你们先让一让 大家记住了 这灵雾里 机关重重 无必要小心 这上面是水吗 此处在弱水之下 那应该就是弱水了吧 那这水 为什么不会流下来啊 上方是有结界 否则 也不会在弱水下 千请令 李珠 太子 赶紧看看 小心 是 李珠到底怎么回事 先别管她了 找封印要见 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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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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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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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有寂 这是姓尊王的末宝吧 拿生 拿生 洗净 这边 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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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晕过去了 拿生 快醒醒 拿生 快醒醒 拿生 拿生 放开我 放开我 拿生 是我们 太子哥哥 刚刚有个人 有个人把我掳走了 他还要抢我的戒指 好了 没事了 为什么要抢你戒指 我也不知道 就 他刚才就拖着我的手 然后我就晕过去了 起来 这是哪儿啊 姓尊王的陵墓 那这是什么呀 姓尊王的光果 对 对对对 就是这儿 就是这儿 就是他刚把我拖到这儿的 而且越靠近 黄天就越亮 黄天怎么不亮了 什么情况 拿生 你过来 上 殿下 拿生 小心 这光果被人动过了 这光果被人动过了 有人先打开过了 这星尊王的陵墓 怎么会有人动过这光果 打开看看 来 拿车 拿车 至新 посмотрим 殿下 你看到了什么 nurse 让你打开这光果 生与死重叠 起点与终点重叠 一切终入轮回 如镜像倒影 陛下 你还好吗 这是什么记忆 星子王为何是我的脸 白薇王后和阿英也是一模一样 是有人杀了白薇吗 殿下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太 太子哥哥 你别吓我啊 你怎么了 我刚刚看到星子王他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这里面没有流河封印 也没有行尊王的骸骨 这是个空冠 那刚刚抓走我的人是谁啊 谁这么大胆 难道 是盗宝者 不可能 如果真的 按照黎主所言 那么这些年 就没有人 能够从生死亭到这里来 只有一个可能 是这里面的人 是鬼 那刚才抓我的人是谁啊 是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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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一进这里来 就有人 趁机掳走纳生 然后用纳生的戒指 打开这光光 总觉得有什么不对 这颗光光的设计 就好像等着谁来打开 究竟是谁在等着 由谁来打开 看来这个陵墓里面 还有其他人 他们的目的 也是六合封印 清元 去看看 纳生 你念个以身众 等安全了再出来 行 那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好 李珠 不要我费力了 妖女 竟然还踏见了新尊王的林墓 当年就该将我处死 旧翼王怎么会让你这种家伙活下来啊 这里是新尊王的林墓 你们也敢乱闯 我倒要问问 你是谁 他就是我们青石一族的守灵人 不过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 这百年来 守灵人逃的逃 死的死 早就所剩无几了 只要我这把老骨头在 你们就休想山闯 这位是空丧太子 百年前空丧早就亡了 还提什么太子 既然已经亡了 你又为何 还守着这些牌位 我们是为王而守的 是空丧的王 还是青石的王 就算是青石 也是为了空丧 你认我也好 不认也罢 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六合封印在何处 行踪完了海谷 是你动的吗 海谷 自始至终就没有王的海谷 怎么可能 若是没有海谷 那青石王的真身 在何处呢 小心 不要追 青石王林木 又入义学 如果没有地图 就算离珠带路 也会迷失其中 他是想要将我们 故意引入黑暗中 你们又是何人 里面好像有什么人 大家小心 阿姨 阿姨 苏母 你们 还活着 我没有 那些人 能不能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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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之前在生死厅 辟天剑可以劈开水雾 我想它一定可以劈开弱水 可是 我们还是赶紧跟大家会合吧 苏莫 谢谢你啊 有什么好谢的 以后不要再说对不起 谢谢之类的话了 离开九一之后 我有话想要对你说 好 我等你 我们发现前面有光 顺着这个通道过来 就看到了她 欢迎姐姐 太好了太好了 你们还活着 你以后都不许再这样吓我了 好 让你担心了 放心吧 我没有事 没事就好 让殿下担心了 别来无恙啊 苏莫 是清王臣 是清王臣 人呢 那个人到底是谁 清王臣 百年前他不是死了吗 看来这百年里 他一直活在这儿 百年里没有他的消息 原来他是狗活在这灵墓里 殿下 那是六合封印吗 为何黄天借着没有反应 快走 你怎么样 你受伤了 你受伤了 不按时 来 怎么回事 冰块哥哥 什么情况啊 刚刚那个封印 那不是封印 因为纳生的黄天戒指 并没有亮 那也就是说 这是清晨布置的陷阱 那真的封印在哪儿 一定在他身上 这不安全 大家先跟我走吧 快 走走走 我来打着门 快从这边走 快快 快快快走 这边 快走 我的新星灯 新星灯还在里面 我来 我们这里也被堵住了 咱们该怎么办啊 之前生死亭都经历过一次了 这次还是死糊涂 好 怎么样 多谢海人 帮我取出七星灯 刚刚的爆炸让他受伤了 还触发了反尸 我这朝梦中捉鞭 如何呀 几位 什么声音啊 清晨 这陵墓马上就要塌了 你们全都活不了 都要死在这里 眼下看来 整个地宫的机关 都被那清晨给开启了 已经不可逆了 那会怎么样 为了防止盗宝者 机关会封闭所有的出口 甚至谁都出不去 清晨的那个假封印 把地宫的移除根基给炸断了 所以 恐怕整个地宫都会塌陷 灵珠 你把我们引到这里来 不可能不留后路 出口呢 我试试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啊 他分明是这样告诉我的 谁这样跟你说的 清晨 他跟我说 危急时刻 可以把七星灯卡在石柱上 并以法术临摹记字 这样 天洞就会打开一个密道 可以逃出 清晨从来就没有找到过 进入星尊王陵墓的方法 他又怎么会知道如何出去呢 没错 从一开始 他就想将你一起埋在这儿 李珠 你为什么把我们引到这里 你跟清俊 到底有什么样的契约 是 李珠 你告诉大家吧 把灯熄了吧 你之前告诉我们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没有戳穿你 可是事到如今 你还要相信清俊吗 玄皇警长说 这陵墓中 设有极强的法术结界 只有新尊王的七星灯 才能将这里照亮 而这七星灯 也需要特殊的人 才能点亮 对对对对 那个灯之前在我手里点亮不了 在他手里就点亮了 这七星灯燃烧的 是持灯者的生命 这么恐怖 你点灯越久 生命便消耗得越快 你已经持灯这么久了 就算是完整清俊交给你的任务 这七星灯灭 你照样会死 李珠 到底是什么 让你愿意付出生命 李珠 你真的想要为了这盏灯 付出自己的生命吗 我和清俊合演了这出戏 就是因为清俊他曾经答应过我 只要我点亮七星灯 把你们引到地道来 且杀了那清晨 他就会放我家人自由 我明明跟他定了血气 可是他竟然 他竟然从一开始 就已经算计好 要帮我埋葬在这里 为什么 我凭借了权力 想要的只是自由啊 哪怕只有一天可以活着 哪怕只有一天可以活着 我也想回到那片海 李珠姐姐 李珠姐姐 对不起 之前 之前是我让你生气了 我可以帮你混了这盏灯 我也可以杀了清俊 救回你的家人 因为你身上流着泉仙的血 我就一定要带你回家 李珠 你是信我 还是信你自己 还是信那清俊 你自己决定吧 我信你海皇 我信你海皇 信海皇 他 邵将军 封门的史料都已经搬进来了 再等等 走 不知阁下把我引到这儿来 是要说什么 请于焕少将军跟我去见一个人 见谁 真正的九义王 拜见九义王 于焕见过九义王 少将军 果然名不虚传哪 竟然能看出丹药是给我的 我将丹药带来时 清俊并不在意 我便知真正急需丹药之人 不是他 而且 他对九义山有变之事 也不甚了解 这清室的士兵也并未保护他 我便断定 真正的九义王 另有其人 智者大人派你孤身前来 对于捉拿苏魔 真蓝 可有后续计划 依我看不如将棘就棘 把他们引入林墓中 为什么 这星尊王林墓想进去呢 可想出来更呢 那就让妙柱替我留在墓中 引他们上钩 一语换看 应该您亲自作用啊 如若换作他人的话 想必这个苏魔 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上钩吧 清王若是担心 可将六合封印榜身 有六合封印在 苏魔不敢对你怎么样 这六合封印 这六合封印 还封存于官国之中 需要皇天戒指 才能开棺取出 于换见过九义王 九义王 凤重召变 所有人在此施衍埋伏 是 慢着 你是何人 我乃苍流少将军 非连 少胡说 你敢冒充我 是朗大人加灵牌在此 是朗大人加灵牌在此 谁敢造刺 是真的 那么这位少将军 可否看下您的灵牌 你是那个头坏松毛的姑娘 你才是姑娘呢 敢对本将军如此无礼 你给我拿下 愣着干什么 你这个小贼 应该把你拿下才是 小队长 你们要不要去帮帮忙 帮什么忙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你 你 你为什么试了这么多办法 还是破不了结界 上无肉水下为魂 这当中的结界 是扣桑历代先祖 不断以法力加持而成 牢不可破 否则肉水脱结界而下 此后损坏新座王的关谷 和割王的排位 那怎么办 我们不会要死在这儿吗 皇剑也没用 皇剑也没用 terima 我们这样打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完 不如我们各走各的 你去找羽焕 我去找少主 怎么样 小心 谢谢 弟不抖了 是不是山不会塌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 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 且慢 是吐罗 别伤害他 吐罗 这就是吐罗啊 他是娇人 在迷雾森林里面救过我跟苏某 参见海皇 我来迟了 你怎么受伤了 迷雾森林一别 我奉命去寻找白林 我看见他和苍流的那个少将军一起密谋着什么 他独自离开后我抓了他 可是他撕烂了所有藤蔓之后逃走了 下落不明 你说灵儿 他怎么会如此残忍 我又何必骗你呢 吐罗姑娘 你既能到这地宫里 可否为我们指一条出路啊 是你 吐罗姑娘 你 你怎么了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们见过 是我糊涂了 你不可能是他 但是 你 你们长得实在太像 我 我们 我们像什么 啊 陈舍不过宿命啊 你要不要紧 没事 竟然混进来一个脏东西 李柱 你真该死 站住 你要做什么 轮不到你说话 海皇 就是他把所有人骗到这儿来的 不怪他 他也是被清军所骗 一会儿我打开一条通道 你知道下山的路吧 如果你敢背叛 我定把你的父兄抓到迷雾森林 让他们沦为最可怜的怪物 海皇 我一会儿撑开一条通道到后山 这样 大家就可以出九一山了 好 好 机关一旦开启 就不会闭合 苏莫没那么容易死 但也不能让他们轻易逃出去 哎 吐鲁 吐鲁 有人在侍活着 我承开通道的藤条被捉伤 可能撑不久了 坏 坏 这不是可能快塌了 你们快走 先去开路 你们跟着 走 宇恙 怎么了 火针被破了 他们逃了 派兵去追啊 再等等 殿下在这儿 苏某不会不来 六合风也在你这儿吧 他们的皇天可以感知到的 你想拿我做诱饵 如今只能全力一战 我尽力保你周全 李珠 带他们从这条路下山 等等 我们还没有找到碧水珠呢 白魏王后的衣冠种 你们去了吗 去了 可是没找到 吐龙姑娘 你可知道碧水珠在什么地方 你们找她做什么 我们只有拿到了碧水珠 苏魔才可以带纳生 去鬼神渊 解开六合风印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碧水珠 已经不在衣冠种里了 那在什么地方 吐龙 你还好吧 这 这些叶子怎么回事啊 吐龙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我替你疗伤啊 不用了 没有用 你们快点走吧 这是我能为你们做的最后的事了 为了救我们出来 你竟然付出如此大的待见 吐龙姑娘 此等恩情 恐丧 莫知难忘 你比她温柔多了 吐龙姑娘 吐龙姑娘 这从一开始 你就好像认识我一样 七千年前 我喜欢上了一个来自异域的少年 你 因为她 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不知是宿命还是什么 让我又遇见了你 孔丧的太子 你跟她有着不一样的眼神 我希望你能有不一样的结局 待解开六合风印 请解开这九亿结界 让光可以透过迷雾森林 这样孩子们就能化成云 随着风流到碧落海了 好 你放心吧 这是 这是碧水珠 我靠着她吸取弱水 从活于九亿森林 碧水珠本是海黄之物 七千年前送给了白薇 白薇死后存于衣冠中 是我将她盗走 就是不想她和白薇待在一起 如今是时候归还海黄了 纯黄送给白薇王后的 吐龙 你的身体怎么了 吐龙 吐龙 如此大安我一定铭记 新一代的海黄 我只能保护你们到这儿了 请您务必打败沧流 带着全仙的子民回到我们的家乡 避落海 吐 吐龙 你怎么了 我本来早已死了 只是背着九亿山和弱水困在这里 困在这皮囊里不得解脱 现在我总算得偿所愿 总算可以死去 把孩子们带走 让他们化作云雨 升到这天空 洒落回碧落海 亚人 这是我的名字 请海黄记住 亚人 全仙的英文路上 一定会有你的名字 你们快走吧 我一定会完成你的心愿 替你报仇的 新一代的海黄 你有一颗柔软的心啊 好 后山一般没有人来 应该安全了 坐下吧 好 那是 碧水珠 就交给你了 我会好好珍惜它的 此恩情 我代表空骚 细故宣险 只有推翻那些苍流人 才不枉失去这么多人 是啊 眼下最要紧的是要找到封印 大声 你看看黄天有没有反应 嗯 哎 哎 好像在那边 就是卿尘那里 他 他怎么自己去了 我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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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